台北市一到三列 有來照射登記的是12萬9千人 那我們在這段時間打掉8萬8千多 所以 陳時中部長在說,台北市還有4萬人沒有打 這是事實,真的就4萬人 我看一下 其中第一類的醫事人員 就24,939 所以 台北市醫師公會在抗議說 他們的診所很多人沒有打,這是事實 因為 按照照射,就是2萬4千多人沒有打 不過這個當然 有12萬人,一二三列加起來就12萬9千 打了8萬8 還有4萬人沒有打 所以 事實上 大家的抗議是真的 因為真的就是沒有疫苗 疫苗就這麼多 所以 今天一個問題就是沒有疫苗 當然是說他們也在不高興說 沒有疫苗狀態下 怎麼還沒有疫苗留到一些診所 這是我們要去檢討改進的 昨天就講說錯就錯 這個 我們怎麼疫苗的管控會這麼差 不過這個 台北市一到三列就是還有4萬人還沒打 當然莫德納會打掉一些 就看看 看要怎麼處理 這個 最大的問題還是 疫苗就是不夠 傳出還有5000名已經登記的診所人員沒有被施打到疫苗 而藥師工會也指稱還有2000多人正在等候通知 另外還有1400多名有職業登記的藥師一樣無法施打疫苗 請問市府配發的標準 為何獨厚這6家診所 獨厚這6家診所 這個我們會檢討 不過 說那個每個公會都呱呱叫 這個我也同意 因為 數字上看起來 醫事人員還沒打就24,939 我說有造冊的 就這麼多 還有4萬 所以1到3例就是4萬名沒打 所以事實的真相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說為什麼他沒有打 答案就是 真的沒有疫苗 當然那個 留到那6家診所 這個我們會 我們會處理 那個是我們不對 不過事實的真相就是疫苗還是不夠